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 通常在每年的9月22日或23日 秋分标志着秋季正式开始太阳直射点位于赤道上方 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开始减少温度逐渐下降 秋分的历史由来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 在古代中国人对于农业十分重视 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时间 对于农民的生计至关重要 秋分这一节气标志着秋天正式的 开始也是农作物成熟的季节 秋分日的祭祀活动包括向祖先和神灵献祭食物和酒 并在家中摆放神康或神坛供奉祖先的牌位 人们还会在秋分日扫墓清理祖先的坟墓 为他们燃点香烛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思念之情 秋分日也是中国古代的重阳节又称为登高节 这一天人们会爬山观赏秋景以迎接秋天的到来 登高的活动象征着人们抵抗 寒冷的抑制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 秋分的祭祀活动逐渐减少 但登高观赏秋景的传统仍然保留下来 现代人们通常会在秋分节日前后 举办登山活动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总之秋分的历史由来可以追溯到 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 它是一个重要的祭祀和登高的节日 象征农作物的成熟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秋分这一节气标志住秋天正式的开始 根据中国古代的农历秋分是一年中 昼夜长短基本相等的时刻 太阳直射黄金180度南北极附近阳光均匀分布 这也代表了阳气逐渐减弱 阴气开始增长农作物进入收获期 秋分期间的活动 在秋分这一节气 人们会参与多种传统活动 其中包括庆祝中秋节 中秋节是秋分后的一个重要节日 家人通常会团聚品尝月饼赏月 并展开各种文化传统表演如舞龙舞师等 此外秋分也是一个重要的农事节气 农民们开始获取成熟的农产物 如稻谷蔬菜和水果 秋分也标志着天气逐渐转凉 人们会开始穿上秋季的服装 如长袖衣物和外套 以应对凉爽的气候 当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提供 关于秋分的相关资讯 一、秋分的饮食习惯 在秋分节气 中国人有着特定的饮食习惯 人们倾向于享用一些与秋天相关的食物 以帮助调节身体适应气温的变化 这些食物包括柿子、葡萄、栗子、南瓜、秋葵等 柿子因为它的红色与秋叶相得益彰而受到喜爱 而葡萄和栗子则在秋分期间成熟 成为了当季的水果之一 二、秋分的文化活动 秋分也与一些传统文化活动相关 如赏秋景、登高远足等 人们会利用这个时节的好天气 前往山区公园或郊外欣赏秋天的美景 特别是红叶和色彩缤纷的秋花 登高远足也是一项受欢迎的活动 人们爬上山顶或高地以远足的方式庆祝这个节气 同时也欣赏大自然的美丽 秋分的历史由来源自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和天文观察 它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 以下是有关秋分历史由来的详细解释 一、农业意义 秋分作为农历中的一个重要节气 标志住秋天的正式开始 在古代农业社会农民倚赖太阳和月亮的位置 来决定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时机 秋分时阳光照射地球的黄金 为180度白天和黑夜几乎等长 这表示太阳的直射点正在向南移动 阴气逐渐增强 表明寒冷的冬季即将来临 农民需要做好收获农作物的准备 以应对寒冷季节的来临 二、天文观察 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家 通过观察太阳的位置和地球的自转 精确计算了24个节气的日期 他们使用日轨等仪器来监测太阳的运动 这些观测成为确定节气日期的重要依据 秋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气 确保农民准确知道 核实收割农作物和进行农事活动 三、阴阳五行观念 在古代中国哲学和宗教观念中 秋分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 秋分属于金的时期 金代表着收获和养分的收集 在五行观念中 秋天的金元素 代表着事物走向成熟和充实 这也与秋收的重要性相符 四、中国传统节日 秋分同时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 被称为中秋节 中秋节庆祝的日期通常接近秋分 它标志着圆月高寡 家人团聚的时刻 中秋节庆祝活动包括品尝月饼赏月 灯笼展示武师烤肉等 这些活动彰显了人们对家庭和团圆的渴望 以及对农业收成的感恩之情 五、秋分的祭祀传统 在古代中国秋分也是一个重要的祭祀时刻 人们会向神明和祖先祭拜以祈求丰收和平安 这种祭祀活动通常包括烧香供奉食物和举行仪式 以表达对神灵的尊敬和感恩之情 这种传统祭祀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仍然保持着 以纪念古代的农耕生活和文化遗产 六、文学和诗词 秋分的到来也启发了许多诗人和文学家创作诗词 许多古代和现代诗词中都反映了 秋分的意境描述了秋天的景色和情感 例如李白的诗《秋风词》以秋风为背景表达了对 逝去时光的感叹 这些诗词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 将秋分视为诗意和 深思的灵感来源 七、秋分的民间信仰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 秋分还伴随着一些民间信仰和传说 有些地方会在秋分这天进行祈福仪式以祈求农作物的丰收和平安 此外一些地方也流传着有关秋分的民间故事 如关于神仙下凡的传说或有关天女散花的神话 这些故事为秋分增添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八、秋分的象征物品 秋分有着一些特定的象征物品 例如柿子和秋葵 柿子在秋天成熟因此被视为 寓意著好运和丰收的象征 秋葵则因为其在秋季开花的特点而受到喜爱 有人认为它象征住秋天的美好和生机 九、秋分的全球性 虽然秋分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 但类似的秋分概念也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 许多文化都标志着秋分作为秋天开始的时刻 并在这个节气进行类似的庆祝和仪式 以表达对自然的感恩和尊敬 十、秋分的气象特征 秋分标志着夏季向秋季的过渡 气象上有一些特征性的变化 在秋风后许多地区的气温开始下降 白天的温度变凉 夜晚则变得更加寒冷 这是因为阳光照射角度降低 导致较少的热量进入大气 同时秋风后大气中的湿度通常也降低 这使得天空更加晴朗有利于赏乐和登高活动 十一、秋分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秋分作为一个富有诗意的节气 在中国文学中经常被描绘和歌颂 许多诗词中都有对秋分的赞美 以及对秋天景色和情感的抒发 诗人们常常用秋分来表达对逝去的时光和自然美景的感慨 这种写意的诗词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 十二、秋分的饮食习惯 在秋分期间 中国人有着特定的饮食习惯 柿子、葡萄、栗子等秋季水果成为当季的美食 人们喜欢品尝这些食物以迎接秋天的来临 此外一些人还喜欢食用柚子 认为它有驱邪必恶的作用 尤其在中秋节期间 十三、秋分的家庭传承 秋分在中国家庭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传统和习俗 许多家庭会在秋分这一天进行祭祖活动 以纪念祖先 并祈求祖先的保佑 这包括在家中的祭坛上供奉食物和烛光 并且家人们汇聚在一起 共度这一特别的时刻 十四、秋分的养生观念 中国传统医学也与节气有关 秋分被认为是调养身体的好时机 根据中医的观点 秋分时节气开始转良 人们因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 以适应这一变化 这可能包括进食滋补的食物 避免过度疲劳并提高免疫力 以应对秋冬季节的挑战 十五、秋分的现代庆祝方式 虽然秋分拥有丰富的传统 但现代社会也以不同的方式庆祝这一节气 人们可能参加秋季野餐 郊游攀登山岭等户外活动 以享受秋天的美景 此外 秋分期间商店和市场也会推出各种秋季促销 和节庆商品 让人们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总之秋分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节气 既有着古老的传统 又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它反映了中国文化 对自然家庭和健康的关注 同时也是一个欢庆季节 让人们共度美好时光 让人们共度美好时光 人们共度美好时光 人们共度美好时光 您